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甚至有人打包行李出逃 家里更是一团乱 陷阱当时有多么的紧张 而不少国家都曾经发布空袭警报 但民众的反应却非常不同 北韩发射卫星 南韩首尔立刻防空警报大作 发送经济避难简讯 不少人从来没收过 也不知道往哪里逃 有人拿手机四处张望 有人还在研究讯息内容不知所措 不少人甚至吓得立刻打包行李 经历二十多分钟混乱 收尔政府才发讯息 澄清警报是误发遭市民骂报 各国空袭警报响时 民众反应都不一样 度假天堂下位移 突然空袭警报大响 民众收到通知 由北韩导弹威胁要紧急避难 所有人吓得惊慌逃跑 由爸爸打开水沟盖 要把小孩抱进去躲避 有一家人挤在衣帽间 狂打电话求救 事隔三十八分钟后 政府人员才澄清是乌龙一场 竟是工作人员按错按钮引发 以色列空袭警报大响时 沙滩上民众不敢逗留 全往建筑地下奔逃 或墙边趴下卧倒保命 街上民众和医护人员 已跑百米速度奔跑 穿越草坪避难 因为尾巴冲突频传 要是慢一步恐怕死路一条 而无战争下乌克兰空袭警报 已成日常 小朋友背书包上学途中 轻声尖叫拔腿逃跑 许多激辅民众第一时间 也冲到地铁站保命 相比之下日本人以偿淡定 北韩飞弹飞越日本上空 民众却镇定继续赶路上班 让许多网友感叹工作比 明镜与点点栏目